不到十秒 電話開三千 開箱殺警這很嚴重的事情 不是那麼單純 香港你有買胸嗎 香港的 有個同事有接到情資說 有人想要買胸 把它做掉 因為那朋友好像有很多朋友 兩對夫妻就是感情很好 你幹嘛必要去做這個事情 裡面有女生清涼的照片 就一看 哇 鄉長夫人 以我的形容 應該算是美模擬了啦 保養得很好 有狀況 有警察 有美模擬 有忠告 這這樣教他做一回 真的好像不太簡單 現實往往比戲劇更可怕 家屬太相信他了 真相大敗之後你回頭就看 哇 這個是一百分的翻轉 歡迎收看台灣起訴 我是沈梅翔 2016年1月29號這一天 在嘉義市區這一間的一品店 發生離奇 槍擊案件 死者是一名叫做阿忠的男子 而這家一品店呢 就是阿忠的太太所經營的 零零晚上10點多 阿忠一如往常的到店裡頭 要陪太太一起關店回家 沒有想到 阿忠一個人才踏出了門外 就傳來了槍響 來看看這是對接監視器的畫面 當時因為下大雨 所以這個影像是有點模糊的 只能看到歹徒在行凶之後 快步離開現場的聲音 而當時剛好有位民眾路過 他聽到連續的三聲槍響 那個時候他還回頭看一看 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個角度 這是在店門口的監視器畫面 就可以看到歹徒他頭戴全罩式的安全帽 他朝著阿忠背後連開兩槍 而阿忠在倒地之後 歹徒又朝著他的腹部 再補了一槍 這擺明就是要他的命 而且兇手在短短的10秒鐘之內 非常近距離的他連轟了三槍 使用的還是殺傷力非常強大的 陷彈槍 因此警方研判 這個歹徒恐怕是受過訓練的 專業殺手 那麼如果他是專業的職業的殺手 那很顯然的 背後應該有藏鏡人 是誰主使他來行凶的呢 他知道他開槍的對象阿忠 是一名警察嗎 而根據了解 這個阿忠呢 從僅15年 他已經是嘉義市保安隊的 霹靂小組的小隊長 他為什麼會在太太所經營的 藝品店的門口慘遭開槍拘殺呢 嘉義街頭 2016年1月29號這一天下著雨 小雅路上的藝品店外拉起縫索線 遠景拿著手電筒仔細探照 找尋彈殼 因為藝品店外發生槍擊命案 開幾千 妳知道嗎 但我先生很過欠 然後我幫那個 因為我的剪刀 你的剪刀就是 你又寫出來了 阿忠身中三槍被緊急送醫 她的太太 眼面痛哭 焦急等待 你有沒有知道 那個人 有沒有知道 沒有啦 阿忠的太太驚魂未定 先生一如往常到店裡幫忙打烊 接他下班 阿忠才踏出店門口 就喘來槍響 他馬上衝出去 看見心愛的先生 臥倒在地 全身燃血 他轉頭回店裡打一一九求救 阿忠卻傷重 從此天人有閣 同樣震驚的 還有當時任職刑事局中打的 高文凱 晚上十點以後下班 收到跟他的董事 傳那個照片給我 還有文字訊息 就是說我們董事 可以開槍 賞便宜 真嚴重 聽到同事 當然這個心裡面 就是會很不舒服 很沉重 阿忠這位同事 他跟我也算是 一點點失交啦 高文凱是嘉義人 畢業後在嘉義辦案 生根十五年 接到老同事通知 阿忠重槍身亡 心疼不捨 五分鐘後 他接到了長官的電話 指定他帶隊主辦 畢竟槍擊命案 非同小可 更讓人詫異的是 死者阿忠是應援警 他在嘉義市警局保安隊 擔任助教 同時還是霹靂小組的小隊長 警方釣出對接的監視器 下雨天畫面模糊 但隱約看見 一個戴著安全帽的兇嫌 開槍之後 轉身逃跑 那時 一位民眾正好路過 槍響聲引起他的注意 從另一支店門口的鏡頭 看得比較清楚 戴圖戴全罩式安全帽 刻意遮掩長相 一看到阿忠走出店外 從被迫襲擊 監視起拍下 歡呼亂中 阿忠的傘吊在車旁 他身中兩槍 重心不穩 摔倒在地 短短十秒內連轟三槍 歹徒快狠準 用的還是殺傷力強大的 限彈槍 擺明不給火命機會 不到十秒很快 近距離連刷開三槍 都沒有燈 感覺就是 好像殺人不傷眼的感覺 這隻眼 這個是什麼廟棄的 阿忠背後連續中兩槍 腹部中一槍 限彈槍子彈炸開 全身三十三處彈孔 致命傷勢 腹部這一槍 朝艦的腹部再補 最後一槍第三槍 然後整個內臟都碎裂掉 如果一般的子彈 這只是貫穿 貫穿就是一個洞 你的刷子的結尾就是 整個就是都開了 代徒兇殘奪命 藝品店門口成了 起情現場 遠景阿忠遭狙殺身亡 不要揪婚 這部分是有民眾 有提到這件事 那當然我們會列入一個終點 來列入清朝的一個方向 開槍殺警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這是對公權力的挑戰 絕對我們比較談判 好 這一起殺警案 引發了當年警政署長 陳國恩的震怒 並且下令全力氣凶 首先要確認 歹徒是衝著阿忠他警察身分來的 還是和太太一品店的生意上面 所引發的買賣糾紛 又或者是私人生活交往上面的 恩恩怨怨 情財仇殺 都有關係嗎 而就在案情膠著的時候 台南事情大 打來了一通電話 據傳 在案發之前的一兩年 台南就有一個警察同仁 接到了請之指出 在嘉義 有一個老大要花錢買兇 而拘殺的目標就是阿忠 這條線索讓專案小組非常的重視 並且立刻聯繫到了當年 那個街道情字的遠景 而根據這位秘密證人的指證 竟然追出了令人震撼的可疑對象 他竟然是當時嘉義足跡鄉的鄉長 王坤紅 但王坤紅不是跟阿忠是好朋友嗎 他有什麼理由 有什麼動機 要買兇殺害自己的好兄弟呢 阿忠和太太感情好 放假到處玩 從台灣九份到大陸風景名勝玩透透 開心出遊的甜蜜合照成了回憶 兩個兒子 當時一個念高中一個念大學 一家四口圓滿幸福 三聲搶響後全破碎了 跟同事相處 還把你合家把你合併到 聽說郭胎有跟人家有什麼結婚嗎 沒有沒有 警察被殺的時候 大家第一時間去想說 這個警察是不是有風紀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剛好很多起陸陸續續 都有警察跟人家結院 後來去查沒有 槍殺的地點 也不是我們講說副長的地方 舞廳還是賭場 是他老婆 老婆的一品店 應該是一個滿注重家庭的人 算起來算一個很高級的人 怎麼會是他 怎麼會是他 警方急著要解開這謎團 會跟他霹靂小組小隊長的工作 有關係嗎 通常圍捕對象都是 勇槍自重的重案分子 卷飛善淚 警察 他是霹靂小組的小隊長 小隊長的身分 他是必須帶隊攻堅的人 那當然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也會去清查說 他是不是有去配合哪些 攻堅的案件 來導致於說 這個歹徒的反覆還是怎麼樣 這樣開三千這樣 那一定是 一定是要死的 然而清查後沒有可以對象 那事發在阿中太太的一品店 會跟買賣糾紛有關係嗎 對 有時候幾百萬有幾十萬有 這一品的東西 價值也不該說 對 中太太也是說 也是都沒有參加 有什麼買賣 什麼氣氛 什麼原因 讓阿中沒了命 專小組焦頭爛兒 釐清線索 這時 接到了台南市行大警方 打來的一通 重要電話 大概是一兩年前 他們就有個同事有接到情資說 有人想要買兇 把他做掉 一開始我們也覺得 比較有可能這麼多好 有這麼剛好嗎 這情資很重要 高文凱特地跑了一趟台南 找到那一位A員警 查證清楚 同事是在講說 他知道嘉義有某位大哥 賣兩百萬的樣子 還有 準備三幾千 要拜託台南 某一個就是 阿末就要死的人 要來自己做一個董事 他們說電話電話這樣 電話就是警察 有人講到 有拿相片 他當時他說他還來看到相片 相片中的人就是阿中 不過對方不說買兇者是誰 然而敵在岸阿中在明 A員警擔心阿中出事 該怎麼辦才好 跟阿中 就是提醒他說 有人要做掉他 阿中誤會說 他是要跟他 先把兔兵 還是要跟他愛子 先說他有在做生理 台南長官當時也 對這個同事就是 有一點誤會 這個同事他也算是 滿冤枉的 他有因為這個樣子被調職 只不過當時的買兇 跟現在阿中被槍殺 會有直接關係嗎 高文凱根據秘密證人 A員警的情資 找上了當年的槍手 我們發現他說 他就是已經失望了 失望之後就是去找家的人 找到這筆路 問問是不是這個狀況 他不知道 斷線了 但高文凱不放棄 一過去15年在地刑警的人脈追下去 得到重要訊息 黃俊元就是他出面來接洽 這些滿兇殺人的這件事情 黃俊元是一名主防業者 跟阿中沒有糾葛 是一名中間人 幕後藏金人會是誰 我以前出租金的人 就是委員會來 我就想說他老大 這邊了 是黃昆宏的表弟 時任的那個主席鄉長的表弟 其實我們如果 吃回來問一下 都知道他就是他的年輕人 黃昆宏是當時嘉義主旗鄉鄉長 當過三屆鄉長的他 身為地方父母官 哪裡有災情 他總是第一時間挺進 2005年颱風造成道路柔長寸斷 黃昆宏撐著傘 不畏風雨貪災 現在要對水利太平那邊 就要笑 這些路緣團地區都壯斷 旁邊在街 我才可以擠這樣嗎 2006年颱風侵襲逐旗 阿嬤的屋頂被強風給吹走了 嚇得直發抖 等一下去我們家睡 你不用怕 黃昆宏 鏡頭前展現苦民所苦 暖心鄉長形象 因為過去的他曾有段黑歷史 所謂的一元一塊 一天兩塊三塊四塊五塊 他是排行老五 所以說他的綽號就是五角 年間時角頭糾紛 殺人未遂坐牢 出獄後 王昆宏轉戰政治 從鄉民代表到主席 後來當了三屆的竹旗鄉鄉長 不過期間曾捲入糾紛過 竹旗村長溫良公的妻子 擔心先生的傷勢 不停地在哭泣 2008年竹旗鄉村長溫良公 被歹徒開車追撞又潑強酸 身受重傷 其中一眼幾乎失明 家屬也把教唆的幕後兇手 指向了竹旗鄉長王昆宏 家屬認為是因為村長反對 垃圾場設置案 連數村民抗議 才在出門的路上遭到追殺 沒有啦 我們已經離開這條路 離開很久了 王昆宏強調離開江湖很久了 溫良公案事發後也沒有證據 證明他有涉案 社會風平 他算比較粗殘 對啊 他算也是七個月起來 只要獨到他不開心 他願意吹出很粗殘 超榜情資當作參稿 可是辦案要有憑有據 況且王昆宏有什麼理由 要對阿中下毒手 他們兩個人都是來自竹旗鄉 有幾十年的身後矯情 他們那朋友好像有什麼生蝶子 有什麼生蝶子 阿中他可以當這個小隊長職務 當然人事的部分 他們阿嬤都有夠倒茶 兩對夫妻就是感情很好 他們夫妻也會到一品店去那邊 那個泡茶聊天 幾乎是每天 尤其是他太太 都會出現在那邊喝茶 然後跟他太太就是一個好朋友 就是閨蜜 之前A員警作證 買兇殺阿中計劃 幕後藏鏡人 查向王昆宏 但沒有實證 況且不代表 這一次阿中的死 跟他有關 你幹嘛必要去做這個事情 真的很矛盾 王昆宏身分敏感 儘管可疑 專案小組不能打草精蛇 努定策略 先抓開槍歹徒 才能解開謎團 好 先不打草精蛇 警方決定 要先去抓那個開槍的歹徒 但這個歹徒顯然就是一個 非常專業的職業的殺手 他是事先勘察過現場的 他選了晚上十點多這個時間 路上人車比較少 又是一個下雨天 而且他整個開槍的過程 非常乾淨俐落 他只花了十秒鐘 開完槍之後 騎上了摩托車 人就跑了 而且這輛摩托車 他後頭是沒有掛車牌的 他只走這個產業路 或者是合體的防汛道路 他避開了所有大馬路上面 所可能架設的監視器 層層層層的斷點 造成了警方追查上面的困難 不過百密終究一輸 歹徒犯的過程當中 他曾經拿起了手機 講了電話 警方調出了風潮過濾的 數十萬筆的資料 經過了交叉比對之後 終於鎖定了 這輛兵士很可以 他曾經出現在 埃發現場 再進一步追出 車主的爸爸叫做 劉瑞棠 他是一名遭到通緝的 無奇徒刑的重刑犯 他很有可能就是 開槍的歹徒嗎 而專案小組 掌握到了劉瑞棠 他當時人就躲在 台南安平區的這處 余溫的公寮裡頭 大批的人馬已經趕到了 準備要撫小攻堅 而且就在攻堅的過程當中 當場制服了劉瑞棠 他認了 的的確確是他開槍殺了阿忠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劉瑞棠說 他去死者太太開了一筆店 花了四萬多塊錢 買了一個聚寶盆 結果看到標價才三萬多 他覺得他自己被坑了一萬多 所以一氣之下他跑回去 他開槍 他就想要教訓對方 不過為了三四萬的聚寶盆 他就開槍 而且打死的是一個警察 警方會相信他的說辭嗎 歹徒拿現凳槍連轟三槍 射殺遠景阿忠 歹徒在犯案之後 徒步跑離現場之後 然後在附近的 自己預先滋留的 對機車來討厭 車子又是會懸掛車跑 討厭的路線 又是精心規劃過的 所以都是做完成 都是散過很多的那些軍事機 我們穿這個晚上 還有露雨天 在凡人之前 還要去站在那裡勘察 我們在說的那個老工 這是這顆罵 職業手法 行凶戴安全帽遮掌相 歹徒犯案的機車又刻意 不掛車牌 事先勘察地形和阿忠的行蹤 事後逃逸又詹密製造 層層斷電 它就是沿著這個產業道路 防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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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沒有監視器 就是說這個案件 真的是很棘手 專小組撒下人力擴大範圍 每個鏡頭主意過濾 終於看到了 這個歹徒有拿電話器來打 我們有他的路線 經過的這些有可能的 行動電話基地盤 就是我們所謂的工廠 全部都下下的 做交集 好幾十萬筆 好幾十萬筆的資料 是個大工程耗時費力 這可是歹徒留下的 僅有最終線索 每天都要跑去找檢察官 至少三趟 檢察官都是非常 他的隨身攜帶都是印章仔 每一次過去就是要調資料 一下來就是我好幾十張 晚上就下班之後 從他的宿舍下來 走下來蓋章 他已經離開辦公室了 晚上還麻煩他 共同心 一定要把他追到啊 天道酬勤 一週過後 交叉分析資料 鎖定了一輛可疑的賓士車 這個賓士的車輪 這隻就比較可疑了 那時候他有在 他們太太的賓民店 那邊就在那裡洗了 所謂的產業道路 方便道路 那都是在地人 你是外地車 再來又曾經出現在 案發現場過 然後這台車的車主 有電話 這是在這個基地台這邊 有交集到 就算是他不是兇手 也絕對是跟兇手有關係 調出車主資料叫做 劉家衛有炸七千科 初步沒查出他跟阿中的交集 擴大過濾親屬 他的爸爸劉瑞棠 引起專案小組注意 重案通編 武器凸刑 出銷假釋 他被抓了還是要回去辦很久 沒有去投資 所以說他一定是要 操作這個 換一招樓 或是生活 或是什麼 是不是因為這樣 自己 換這個阿 高文凱辦案經驗豐富 研判有鬼繼續追下去 可是劉瑞棠犯案後 銷聲匿跡 手機沒動靜 監聽他的兒子劉家衛的手機 有了進展 從那個公共電話 打進他兒子的電話 又說附近怪怪的 好像有人在注意還是怎樣 又有提到說 大陸哪邊處理好了 在電話 就是我們那裡的 最重要的 從那個時間點 我們還要去洗個車 那邊那邊的 鑑識機 調出內通公用電話 撥打處周邊的監視器 掌握到一輛車追蹤之後 認定打電話跟開車的人 就是劉瑞棠 躲在台南的一個 餘溫中間的一個公寮 他選的那個地方還真的是 他的視野很寬 大概兩三百公尺外面 有車子進來他都看得到 對 就是很難搞 用一些監視器材 所有的圓端監控 確定有看到人出來 就是他 確定了就是劉瑞棠 刻不容緩馬上要攻堅 但是他敢轟現彈槍殺警察 不能低估火力 專小組緊急調派 偉安特勤 撫小空間 心理不只嚴格 還要很快 他也是怕他會開車 同期買他也是一個殺手 殺手救 要對於這種人 一定要有充分的準備 如果身體有穿 一定會被你拚 對 對 天還沒亮 台南鄉間的產業道路上 弓箭車隊余貫前行 亦有動靜 剎車放慢速度 已經開了 對 很厲害 好 車門手準備 對 對 後面再問 我覺得 快 快 這邊 來 來 放慢燈 來 跑下 跑下 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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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收工 劉瑞棠 好 來 聽到劉瑞棠 劉瑞棠一身睡衣睡褲 被壓制在地 他的女友嚇傻了 現場搜出兩把槍 和將近60發的子彈 劉瑞棠說正好起床準備運動 謊神間警方就勾了進去 要是警察晚一步 免不了一場激烈活活 輕點一下 現金 現金 存到那邊 你做完的時間已經穿西匙 怎麼都在等到 都等到它 等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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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等到西匙撞到 胸腔說是丟了 然而放暗動機 他要交代清楚 來 休息 怎麼會再開那第三槍呢 我是要拔角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怎麼會為了四萬塊去殺人呢 是四萬塊 我被牠 騙到哪 我被牠 來 小心這邊 講個柏欄金的話 這幾百分還要四萬幾塊 發現說幾百分後面 還有一個標籤 三萬幾塊的標籤 這個差者差差要到幾萬 他就不太開心 不可能 可能有可能為了 為了稍微利潤 一點金錢就把牠負責 現在是警察 還記得 劉瑞棠的兒子 突然去存款了上百萬 而劉瑞棠的身上 貸了二十幾萬 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 可能背後 住宿家是自己贊助的人 就是有可能是買雙殺人 幕後藏進人是誰 為什麼買雙殺警 劉瑞棠鐵板一塊 從頭到尾一個人扛 他就是那種始祖的那種 老兄在地的開口 開槍殺人他都承認 就是他做的 他就是講說 就是生女求婚賣賣 對 劉瑞棠 他想設下斷電 改從劉瑞棠的女友來突破 然後從他女朋友的口中 得知說他曾經跟劉瑞棠 一起到高雄的成青湖 附近某某公園 去那邊跟某某人 拿了兩百萬的現金 他就說 黃俊園看你幾何人 黃俊園這三個字又出現了 黃俊園拿錢給他 他還是不願意講說 這個就是買雙的錢 到他那邊斷 就是斷給他 案發以後就對了 有時候就兩百萬的錢了 這就可能就是有一個 對這些關係了 之前 鑽小組就查過 黃俊園曾經是 買雙殺阿中的中間人 這一次線頭 竟然又回到他身上 陶宇的路線 還有經濟台會是交集 在這裡車 一定是叫車 那就是那個槍手雲 還有陰臺人 藏黃俊園的車 這會會面 警方掌握案發後 黃俊園曾經跟劉瑞棠的兒子 刻意在台南見面 不在嘉義見面 就是要眼人耳目 談的內容 是約定下次交閒地點 在高雄 陳青湖 至於兩百萬 黃俊園聲稱是欠劉瑞棠的 黃俊園參 劉瑞棠也沒什麼高證 也沒什麼 你嫌愛他的九萬百萬 黃俊園可能 應該也沒兩百萬的資金 的財力吧 是不是其他人 還在背後 專小組知道 黃俊園沒有說實話 但手頭上證據還不足夠 會搜更多線索 警方查閱阿中的手機 一打開像是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裡面有女生清涼的照片 比較私密的照片 但不是他太太的 一看 鄉長夫人 然後甚至彼此之間都是滿親密的 甚至有提到說 妳是我今生的最愛 重點這個死者 她是有太太的 然後鄉長夫人跟鄉長之間的關係 其實在地方上面 大家都知道 是撿不斷裡還亂 難道這有什麼 不為人知的一些過節嗎 好 在阿中的手機裡面 為什麼會有 鄉長夫人的私密照片呢 事實上 阿中被槍殺的時候 鄉長夫人已經和鄉長王昆宏離婚了 不過王昆宏早就聽說她的前夕 竟然跟她的好弟兄 有過一段的地下情 這初一大發的王昆宏 有可能因此就滿兇殺人嗎 鄉長夫人關小姐一席禮服 幫嘉義的珠寶商走秀 面貌腳好 身材匀秤 一舉手一頭足 展現優雅 高貴氣質 她也曾幫阿中太太的 藝品店珠寶拍照代言 以我的形容應該算是美模擬了 保養得很好 身材也很好 高雅 很有氣質 人家說雍龍發貴 那一型的這樣 戴倫主事也聽說滿客氣的 不只是美麗的主寶代言人 他更是王昆宏參選的 最佳助選員 王昆宏 共産王昆宏 有很多人說 昆宏 妳要再出來選 因為妳要來深淡執業 2014年12月 王昆宏競選主旗鄉長期間 關小姐站台立挺 看似間諜情深 事實上兩人那時候已經離婚 而導火線是王昆宏懷疑她出軌 在汽車安裝衛星定位其追蹤 鄉長夫人其實有一次 在車上發現了一個GPS 那時候鄉長夫人就是很堅持 我就是要報案 鄉長跟她講說 妳這個事情傳出去不好聽 尤其那個時候在選舉 可是鄉長夫人是堅持要這麼做 對於太太也來 我這次是不是合遇過度不知道 就算說要吃醋這樣 王昆宏對太太夠丟丟 開瓦斯公司由夫人當董事長 只要她有跟其他男性多接觸 王昆宏就很緊張 一季三個月開一次會 開會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 大家要遲些事情 瓦斯航的老闆 協會裡面的人也是男生 所以她就不讓她太太去 其實她太太對她這件事情 是非常不諒解的 甚至在那段時間的鄉長 還懷疑她跟工程師逃來暗去 據傳王昆宏愛吃醋一旋依鬼 遇到不開心的大小事 經常求助神明 她是一個很虔誠很信神的 一個信徒這樣 對 之前她要選王昆宏的時候 說不好說的時候 就是用拔杯就要擺平這件事情 兩個人都要出來選 由廟方的人來拔 禀告神明 今天誰要出來選 然後這個拔 她的對手拔到三拔 而她拔到四個拔 從那一次之後 她就繼續連任 她的名義代表之路 一路扶搖直上 所以她對這個是非常非常相信的 什麼事情都要拔杯 拔杯 甚至拔杯 她們的感情 離婚 當長經過廟 車子開一開 經過一間廟才去問 拔杯就離了 捷禮二十五年 王昆宏選擇拔杯 決定婚姻大事 關小姐曾發現 她有一個神秘本資 上面記載著 秘密麻麻 生病時 嚴重時要帶回 什麼意思 就是說太太恐怕有一天 會身體不適 這個拔出來 拔了六個拔 雖然她是堅定不移說 她太太會回到她身邊 可是她身邊有沒有人 有 男方不願分手 拔 完蛋了 拔 那就表示說 我想跟我的太太復合 我的最愛還是我的前妻 可是我有一個阻礙 那我要怎麼做呢 她就下去拔 跟蹤就明白 去拔 拔了三杯 三杯 什麼意思 就是說要找人去跟 太太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曾經把這小本子拍下來 然後傳線傳給她 就是媽 王坤宏跟太太 2014年9月離婚收場 一年多之後 阿中遭到槍殺 阿中手機內 關小姐的私密照 跟兩個人親密對話 關小姐怎麼說 已經有超過朋友關係的 這些對話 跟一些影像 也是承認的 聽說她在外面有生小孩 她一開始是想說 可不可以幫我查一下資料 看看外面有沒有私生子 還是什麼樣的狀況 可是其實使者一直跟她就是 你有點像勸慰她 你不要想那麼多 可是沒有想到 兩個人竟然是最後走在一起 兩人交往一年多 關小姐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打算默默結束跟阿中的地下情 因為她的兒子希望 父母破鏡重圓 她在國外念書的小孩子回來 回來之後 她就有一個想法 爸爸媽媽可不可以重新在一起 那鄉長夫人其實她也是心軟 然後這個鄉長有寫了一個 類似切結書 就說以後她會乖乖的 以後她不會再外遇 以後她會對她好 因為鄉長夫人有跟這個警察 講說那大概就是斷了 但是鄉長她從以前 就是非常非常吃醋的 這個鄉長應該是有聽到風聲 記得嗎 王昆宏的神秘本子上記載過 跟蹤就明白 僅僅懷疑當時王昆宏已經掌握 自己的拜託兄弟跟他的前妻 走在一起 跟下去 竟然是他最相信的兄弟 你怎麼會跟我的太太 雖然當時候大家會覺得 那你的離眼啊 可是在鄉長王昆宏的眼裡 這就問太太啊 而且我現在要跟他結婚了 男姐的感情是 王昆宏真的會用社會事來處理嗎 種種跡象指向 王昆宏很可疑 警方鴨子滑水 暗中盯哨 可是家屬不曉得警方的偵辦方向 邀請王昆宏去 阿中的告別室擔任點主觀 靈堂上面會有一個神主牌 好 那這個神主牌呢 其實裡面是沒有靈魂的 你就要有點主觀 給它點主 好 就是把這個神主牌 裡面的主把它點進去 人的靈魂有三個 三個魂 人家講三魂齊魄 那三魂 靈魂 生魂 絕魂 你在這個時候啊 你根本就是遊蕩的 你需要有點主觀把它點進去 就成了點主 阿中告別室當天 不少同事跟長官到場送他 最後一程 如果真的是他殺的話 怎麼敢去他不怕報應呢 而且他又是對於宗教信長 那麼虔誠的人 署名竹籍鄉長王昆宏的網連 高掛著他真的會來嗎 王昆宏不但來了 還大方率隊進場 態度從容自若 人家跑 然後直挺挺的走進去 其實當下很多在現場的警察同仁 都覺得哇 那這大賴叫宅 你要面對家人的自卸 打理 他們對於王昆宏這個鄉頂 來做點主觀 他是非常感動的 因為家屬太相信他了 你等到事情真相大白之後 你回頭去看 這個是一百分的翻轉 好 家屬萬萬沒有想到 在告別室上面的點主觀 竟然就是買凶殺人的主使者 不過王昆宏他不管是面對媒體 或者是接受警方的證詢 他始終都是笑笑地回答 跟他沒有關係 敏感的問題也都是四兩國千金 警方顯示 王昆宏真的是一個 非常難採的分析 主席槍長王昆宏跟槍手劉瑞棠 看似是兩條平行線 但專案小組蒐集證據 一項一項交集 將兩人勾在一起了 槍手又是跟王昆宏 他又是育友 然後槍手住的地方 從這個黃俊仁這邊幫忙住的 他們就是同學兄弟嘛 就是表弟啦 有多四時也知道他們的年輕人 然後再來 手機見識的部分 就是我們有發現到 那不應該已經是超友誼的關係 那又是王昆宏的開台 這叫做A1台南的情資 也是追到最後也是黃俊仁 曾經在案發的前一兩年 有 要出資買凶殺人 監禁認定王昆宏是買凶殺警案 幕後藏進人 收王歹人 拜一個天宮寒 在拜天宮 我有看到他剛好在那邊拔筷 我會走過去 就說來 頂尾 頂尾 要跟拔筷筷 然後他 你什麼 我重拔了 要來找你自己請教的事情 說你來了 你用買凶嗎 不好意思 這位跟現在有關嗎 不好意思 老心在在很成為 念如表情 他講話就是 就是慢慢像你講這樣 他不像你大小小的娘 做什麼都我的行動 你來找我有什麼正義 有的人會這個樣子 他非常 他非常配合 甄訊的時候也都這樣子 刻刻細細 和和細細 輕生細語 總共我跟他做了七次筆錄 第一次筆錄 其實我準備了一疊的資料 這個應該算是心理戰 高文凱被妥證據 但沒打算直接攤牌 而是跟王坤宏抵對疊 第一就是 一概就是否認 確實說沒有啦 像我沒有關係啦 你找到人了 陰沈還可以 就是完全這個說謊就是 不省一色 我們不要再問了 我們可以做好朋友 怎麼 他有時候就是會找一些話題跟你聊 警方不是省油的燈 早就擬好攻防戰術 請君入翁 劉瑞棠 你覺得 你參與時快感到嗎 對啊 你怎麼知道 後來的同志 他有做出劉瑞棠嗎 他都否認了 可是這是證據 讓他的回答 前根次實不符 現在警方在前半這個 大衛士 剛才的 王蝦鑫打的士的安徑 那天 明朗一位 有請那天 當有陳鋒軍人 有記念嗎 他都沒有 不過我們很明確有證據的 他是一個防禦性非常強的人 你怎麼問他怎麼戳他 就是找不到縫隙 只能夠靠著證據 他在捕我們中間來製造矛盾 王蝦鑫 他本身也沒什麼錢 警衛真的是有沒跟他來 所有的證據都是指向於王蝦鑫 然後就是讓法官就是會相信出來 這件就是他 然後再加上我們有那些科學的證據 機器台位是比對什麼 就可以勾勒出所 事實上他跟王蝦鑫 跟劉瑞棠 就是整個的共犯結構 王蝦鑫聲稱 跟劉瑞棠的金錢往來 是因為之前處理飯店事務 說好的三百萬 先還他兩百萬 企圖切割 他把金流都先串好了 他最後拿了這兩百萬出來 拿了這兩百萬出來之後 槍手落網之後 有被點出來 他欠我三百萬 他還我的是兩百萬 分別去落網的時候 竟然還有辦法把這個段給堆在一起 代表什麼意思 他之前就想好了 所以這個是最可怕的人物 你在犯案之前 你先想好失敗 好 細思縮密 簡儘還原王蝸鴻 很沉得住氣 王蝸鴻他發現 阿忠跟他太太的關係之後 就是好幾年前就有發現了 就是因為他成婚的個性都一直 不會說當面跳牌這樣 不知會去 有這個台南邁鄉的這個事 當然這個問題他也是說 點點很嚴重的都沒有說 第一次買胸 槍手離癌死亡不了了之 但阿忠這根刺 依然扎在網噴紅的心頭上 因為他都是覺得自己是大哥 然後我照顧你 小嫂我從小幫你照顧 然後很多的事情 可能都還是我在照你的 就算離婚了 你也不能碰他 因為他是我的女人 更何況我還要把他娶回來 地方床開了你跟鄉長的太太 在一起何秉住 校外秉住 王蝸鴻他覺得說 他剛好有一件事情 需要人家幫忙 然後劉瑞棠他要缺錢 就達成了最像個魔鬼教育 找來劉瑞棠這個犯案 老手執行 詹密殺警計畫 犯案的車 他是遠從台中清水區那邊 買了報廢計車 還去跟別人叫廢車 這個千里迢迢從台中再來嘉義 然後連翻案工具都是特別 去找那些沒有車牌的 再來路線 整個精心的規劃 千算萬算總有疏漏 堅僅揭穿王昏鴻的真面目 迴響交手過程 高文凱一生難忘 老婆裡 沒錯 就是很陰沉 他本身算年輕時 還沒煩惱過 小孩俗上很了解 大小的方法 事情都沒遇到過 他本身又有帶身分 他如果有這個政治色彩 什麼的違法 遇到媒體他那時候 他甚至會搶麥克風 他會說我是被冤枉的 他會不會不會 他會不會 他會照顧他 你有沒有買衝嗎 不好意思 不要吵架這樣 對他的偵訊 真的是永生難忘 真的是厲害到熟 完全面不感謝 殺了多少人來 算最難產的一個對手 封擊案件 變成情殺 又有女生的 清涼的一些照片 結果再插下去 竟然是一個三角鏈 然後三角鏈這兩個 一個是政治人物 一個是警察 放眼台灣 以前沒有發生過 這樣子的事情 有肯定 有變差 有美魔女 有忠告 這個這樣 搞不好做一回 真的好像不像八點檔 我覺得就算是台灣的八點檔 也沒有編劇敢寫出 這樣離奇的一個情節 但是人家講的 人生在世 現實往往比戲劇更可怕 這是老人在世 去那裡做這麼做歌 看起來就是一副 要去送老朋友的樣子 完全看不出來說 他有不自然的表情 完全都沒有 所以說他真的是很會演 就像小米淚 很像雙面人 你生前 你讓他死的性命 沒了生命 你死後 你可能也讓他 沒辦法好好的投胎轉世 買衝槍殺阿忠 王昆宏老神在在 參加被韓人的告別室 緊接著歡喜迎娶前妻 恭喜 恭喜 年輕嘛 當然是 對家庭就是 只要是參見比 要是月時間嘛 就沒有好好地經營 這個家庭和家庭 說要好好經營家庭 但王昆宏選擇用最糟糕的方式 終結情敵 很陌生 製造造造像 讓人覺得說 暗驚參與是沒有關係 包括剛才 在講的尖書館 又復分 然後又那種感覺起來 好像說 完全沒有發生過什麼 感情出軌的事情 嚇到演 就是 沒辦法 粉飾太甜 監景籌司撥剪 真相浮出水面 而關鍵胸腔 原以為石沉大海 就在王昆宏再婚之日出現了 做到這個 槍手劉瑞堂的時候 當然有問他胸腔丟哪裡 他說在四草大橋上面 他就把他丟下去了 四草大橋 它那個就是一個出海口 滿寬的 它的那個風浪算是滿大的 大海茫茫你要 反正用槍魚 反正被殺 殺掩蓋了 而且那麼久了 剛好好巧不巧 就是 黃昆宏結婚的那一天 有一個漁民 在離那個四草大橋 將近有三百公尺遠的地方 的沙洲上發現到一個 就是釣魚帶 然後他打開之後 就看到一把牆 找大概兩三個禮拜找不到 只是出現的時間 也太巧合了吧 其實你明明中 就有繩住還是怎樣 好 回顧整起的案件 警方覺得冥冥之中 是有神秘的力量在相助的 像是高文凱當天 他去逮捕王昆宏的時候 他正在拜提宮要拔杯 但是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王昆宏就是遲遲沒有保大杯 因為沒有保大杯 他就不能離開 難道是老天爺 特地的把人留下來 讓警察抓他嗎 當初高文凱帶隊找王昆宏時 他正在拜拜拔杯 然後一般我們拜提宮 都是先拔杯問新名 說這樣有完沒有 如果有完就OK 要來發金 休息要來走 那我到的時候 他一直在那裡拔杯 整個的流程一直沒有辦法 順利的結束 是不是說拔五杯 冥冥之中 剛好就讓我們人馬到了 順利的找到他 同時後來在聊到這個過程的時候 這跟我們不太心疼 跟我們打三天 他爸爸沒辦法沒出力 應該是新名 保備跟老 老在那裡等警察 是不是冥冥中有神助 高文凱回想 劉瑞棠的兒子案發後 在台南一間 虱目魚店旁跟黃俊源會合 警方順頭摸瓜 才向上追出網昆宏 而這一段關鍵影像 差點就沒了 我們趕到的那一天剛好 就是他資料流損的最後一天 如果差一天的話 那資料就不在了 感覺上這冥冥之中 是不是有什麼神奇的力量 在發毛 說到神奇力量 高文凱覺得不可思議的是 他一心要替警察弟兄阿中 討公道 去廟裡上香 廟方人員給了建議 唐木劍裝進紅包袋 高文凱帶到阿中的臨前 跟他說了這一段話 我要去的廟前 就跟他拜拜 跟他說 現在這個案子 我回家要出版了 麻煩你 到三天 我來替你信任 陶木消德劍 拜拜之後 就發起他了 麻煩你阿中 他還要到這裡到水鄉手 做到感覺 有啦 這個案子有勝於完 完完 不可否認有一種 明明之中的力量 在幫忙 要替兄弟弟特攻得 還能得信任你借完 王昏宏一審被判無期徒刑 後來以2500萬 跟家屬達成了和解 並且律行完畢了 被害家屬選擇原諒他 也同意要給他一個 自信的機會 二審就改判 15年半全安定業了 園警阿中之死 真相大白 結果令承辦園警感慨 我們對人家 不像是剛出來的人 剛情有得好 兇險用這個 最不好的方式來處理 結果兩個家庭都瓦解掉 一個入獄嘛 還有一個死掉的 然後剩下的兩個太太 前後一堪 用錯方法的 還有槍手劉瑞棠 想緣兒子的夢想 卻是動歪腦筋 要幫他兒子開一間麵包店 要讓他兒子做本錢 還是說做這條錢 錢已經交給他兒子 因為存幾十萬 留在生活 帶著他兒子 準備要去台北 就被我捏到 父愛用錯方向 父子都是一起入獄 案件一審劉瑞棠 王坤紅都被判 無期徒刑 但二審 王坤紅改判15年6個月 劉瑞棠15年 其餘相關人分別判 十三年半到七個月不等 王坤紅 劉瑞棠 獲得輕判 原因在於 籌錯了兩千五百萬 賠償家屬 達成和解 案件引起定業 感謝引出案件 台灣啟示錄 我順便祥 我們再會了 好 準備了 來 家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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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收看台灣啟示錄 我是梅翔 在每個撲朔迷離的 重愛現場 在每個重大事件的 第一時間 我們抽絲剝繭 追索事實的真相 YouTube總觀看超過5一次 頻道訂閱人數 突破了100萬 感謝您最一路上的指使 我們會更加努力 分享 歌詞 選enga 一個 資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